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之迷迭》 第八十一集,第三次求婚 你不觉得我是在色诱你们二? 我最不吃的就是妖邪 这不是妖邪 比起她的激愤 她的语调平缓柔和得多 听上去更像是诱哄 惊吓美好气地瞪着她 男人幽深的同仁被弯起的眼角遮了大半 不怀好意地看着她 仿佛要把她诱入深渊之中 不是要挟是什么? 你都这样了 惊吓狠狠正于正自己的手脚 心道,这男人的脸皮真是厚 他都被他钳制着,动弹不得了 居然不承认他在要挟他 果然,男人的嘴,哄人的鬼 信不得,信不得 路易低谋 眼神大胆而赤裂地扫过他衣衫凌乱的胸口 那卓人的眼神仿佛带着魔力 将他里里外外地叹了个遍 他像个成熟而老练的猎人 而他只是被他轻易勤获的一只小野猫 不太听话地在他掌心里扑腾着小爪子 脑痒痒似的向他试着威 你不觉得我现在这样是在色诱吗? 不觉得 当真,不觉得 路易一字一顿地压着声音 男人的嗓音雌性而有魔力 钻进惊吓的耳朵里 骚着他心头那根最软的弦 不停地撩拨着 惊吓抿着嘴角别过脑袋 倔强地不肯承认他 已经被他撩起了欲念的事实 路易牵着惊吓的手 一点一点往自己胸口带 动作慢得像是刻意被剪过的慢动作 惊吓的指尖还没触碰到他的胸口 就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 他胸腔里那颗剧烈跳动着的小心脏 一声一声 像是冲锋的号角 鼓动着他躁动的情绪 一点点将他吞噬其中 惊吓被他刻意地脚柔造作 羞得红了脸 拽着自己的手想拉回来 可男人臂膀皆是 握着他的力气不紧不慢 却刚好让他挣不脱 狗男人 真的是在故意色诱他 惊吓愤地想着 手却老老实实地 依着心底的本能 随着他的动作贴上他的皮肤 路易虽皆是有力 可天生白白净净的 若不是与他如此真实赤果地对峙过 他会本能地 把他归到手无腹肌之力的 小白脸那一挂去 平时丝丝纹纹的男人 整整齐齐地穿戴好的时候 也是人前那脸儒雅的陆老师 怎么这回一脱衣上 就变得如此的 惊吓洁白的背驰咬着唇绊 眼睛跟着指尖的方向 一点一点往下滑 路易的身材是真的很好 年过三十的男人 肚子上没有一丝的坠肉 一块一块排列整齐 却又不十分刻意地腹肌 摸上去让人不禁面热 想起刚刚他和路易赌气时说的话 惊吓不由 悄悄地走了神 那些女人们只看到了 他斯文儒雅的一面 只看到他境遇冷淡的一面 压根不知道床上的他有多诱惑 也不知道此刻 又着他答应求婚的他有多 变态 惊吓脱口而出 那份愤然的模样 像是被人欺负了似的 路易滴滴地恩了一声 握着他的手继续向下 喜欢这个变态吗 告诉我 喜不喜欢 这个 变态 路易压根 没把惊吓的低齿 当作一回事 反倒拿他的话来揶语他 惊吓知道 路易在家里会有些松弛 但他绝对想不到 他会如此地放松 松到连自己的下限 都可以降得如此低 可 他好像还挺喜欢他这样 没皮没脸地引诱他的模样 没有人前的正经内敛 也没有学校里冷漠禁欲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正常男人 在抱着女朋友时的闷骚模样 不对 路易这样不是闷骚 是骚得太明显了 路易身子压下来 贴着他胶软的肌肤 轻腻地蹭一蹭 带着男人最本能的欲望与渴求 惊吓又默默地 肯定了一遍他刚刚的想法 他迟迟不答 路易变本加厉地继续诱惑 惊吓被他撩得欲念难挡 咬着唇瓣的牙齿 渐渐收紧 他实在是太会磨人了 他根本就抵挡不住 明知道前面是他设下的陷阱 可他还是上当了 喜 喜欢 断断续续吐出这两个字的时候 惊吓已经很自觉地不再挣扎 身子顺着本能往他身上贴 肌肤相贴 他正开他的手环 往他的腰仰头看他 女人的眼神迷离懵懂 呼吸也渐渐的有些乱了 他喜欢他 喜欢到控制不住 会被他吸引 会被他诱惑 会心甘情愿地为他所有 那我们结婚吧 嗯 路易俯身 鼻尖底 这他的 仍旧执着的 追问着他要一个明确的结果 惊吓点头 既已沉沦 那就不要清醒 他温柔而强势地占据的时候 惊吓常常呼了一声 竟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巨大的愉悦和满足不停冲击着他 让他整个人懵懂而快乐 掐在他腰上的手不停地抓着他 想要努力握紧 路易低头 认真的损着惊吓的唇 前程地带着他卷入漫天的晴海里 他的温柔 他的滚烫 他的热烈 鼓舞着他压制了许久的冲动 让他止不住地渴望 欢喜 头顶的光运一圈一圈地落下 晃得惊吓欲发眩晕得厉害 他像是一只漂泊无一的浮屏 只能牢牢攀附着路易这唯一的浮沫 叫老公 路易低头吻他 顺势遮住了令他眩晕的光圈 惊吓用力攀着路易 顺从地搂着他的脖梗 叫他老公 一声一声 滴滴软软 柔媚诱惑 路易浑身的骨头都酥了 愈发温柔地反复折腾着他索取 惊吓被他揉得一阵阵战力 苏玛的感觉从心底蔓延至脚趾尖 一场欢好 让惊吓从里到外底散出一阵皮懒 路易也难得地没有急着起身带他去洗漱 拥着他挤在沙发里 男人手脚并用地黏着他 汗湿地额缩在他的颈窝里 呼吸里滚烫的热气让他莫名地心安 你答应我了的 要嫁给我的 不能反悔 他像个孩子似的开口 生怕到手的糖又被他拿走 惊吓无奈地轻笑一声 附着他的手臂 脑袋往他头边又凑了凑 答应你的事 我几时反悔过 真的不反悔 嗯 真的 惊吓摩缩着路易的手臂 脑子里转着一个念头 他已经向他求了三回婚 无论是真的到了年纪着急结婚 还是他真的渴望一个稳定的家庭 对于他这个年纪和阅历的人而言 都不像是一个会把婚姻挂在嘴边当玩笑的人 况且 金妈妈也很喜欢路易 惊吓拍拍路易的手臂 一时起心动念 老公 我们明天去领证吧 明天? 这回轮到路易反应不过来了 巨大的幸福感将他淹没 他来回扑腾了许久 仍旧不敢相信 惊吓会这么果断地答应跟他领证 惊吓看着路易皱起眉头 不愿于他此刻地反应 不愿意? 不不 当然愿意 就是觉得太突然了 你怎么这么容易就答应跟我领证了呀 路易喃喃自语着 黑黑地把头枕进他的颈窝里 亲密地蹭一蹭 他以为 他起码还要再多考验他一段时间 才会同意跟他领证结婚 他甚至已经做足了准备 第恩次求婚之后 他才会答应他 在他催促了若干年后 再跟他领证 毕竟他才只有22岁 还只是一个刚刚本科毕业的小丫头而已 像是为了讨好惊吓 去洗漱的时候 路易没忍住 又与他耳边撕磨地温存了好一阵子 惊吓被他里里外外伺候得很欲贴 钻进他怀里睡着的时候 嘴角都带着散不去的笑意 第二天一大早 路易早早地就睡醒了 不 他是整晚都没睡好 一直反反复复地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他们如此草率地决定领证 好像没有考虑到双方家长的意见 他可以忽略老路的意见 置之不理 但似乎不该连金妈妈也排除在外 他和金夏之间的母女关系才修复 就这么跳过他直接领证 将来会不会留下不好处理的麻烦 会不会留下来的 也会不会让你 我才会不会留下来的 还好不依靠